重生回到大学时代 女朋友竟因为要穿婚纱看小鲜肉演唱会和我分手 婉晴 你确定要穿婚纱去看几个小鲜肉的演唱会吗 你这是什么态度 不就是一件衣服而已吗 我现在是没有穿衣自由了吗 你有穿衣自由 但婚纱的意义和别的衣服能一样吗 那是神圣爱情的象征 你还说我们毕业就结婚 穿着婚纱拍毕业照 现在你穿去看你所谓的偶像哥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什么感受不感受的 你不要说的那么严重 不就是普通的一件衣服吗 我不知道你生气的点在哪里 现在那么多人都穿去拍朋友圈 我穿一下怎么了 你今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小气 还那么大男子主义了 楚河 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不要这么小气 你平日里就是这样TOA我家婉晴的 他看个演唱会而已 你是嫉妒我们家哥哥又帅唱歌又好听是吧 你这种人就是小黑子吧 下头男 婉晴 你看别人也有穿婚纱的 别人男朋友说什么了吗 就你男朋友那么小心眼 他也可以穿结婚的西装去看演唱会啊 不知道他破防什么 我们走不理他 楚河 我答应当你女朋友 但凭什么要我为你而改变 你也别想着束缚我 别说现在只是13天的男女朋友了 就算以后结婚了 我也不会听你的 我告诉你 我真的生气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真的生气了 我需要花费六个月零七天才能哄好你 你觉得一件婚纱而已 我还知道 我们恋爱三年了 你仍然会和男网友顶着情侣名字玩游戏 你说那只是游戏而已 我们恋爱五年 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也会和你的学长单独出去吃饭 半夜才回来 你说我不信任你 你有交朋友的自由 可是 我的爱是自私的 不能接受 楚河 你再这样 我们就分手 你还惹我生气 这一次送十八件礼物 我也不会原谅你 好 那就分手吧 你 你说什么 我是说分手 我说 好 我答应你 我们分手 楚河 你是疯了吗 你就是为了一件衣服跟我分手 是 我放手了 不再束缚你 其实你也没有错 一件衣服而已 只不过 我们的爱情观不一样 我的爱是自私的 好聚好散吧 我累了 从初一开始 楚河就开始暗恋她 补合为了跟杨婉晴一个学校 为了她放弃读读九八五 二上个月杨婉晴答应了楚河尝试交往 现在竟然要分手 娶她压的狗屁爱情 我爱你吗 卖麻花情 婉晴 你现在去追她 她就要得四上天了 你穿婚纱怎么了 听了哥哥哥哥那么多年 现在穿婚纱是给青春一个美好的落幕 又不是真的结婚 杨婉晴欲言又止 看了看洁白的婚纱 似乎又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 只是觉得 今晚的楚河 似乎和过去有些不一样 不过杨婉晴很快就整理好心情 不管她了 这次她不求着我 原谅我都不理她 走吧 我们进去 这才对吗 我们堂堂五周大学的婉晴校花 还能被她这种五大王拿捏不成 一会我都给你拍几张照片 一定又让你涨粉了 还有 我告诉你 我还带了一包香烟过来 放心吧 我们不抽 就是拍照的时候用 上次哥哥那抽烟的照片帅呆了 哼 不像楚河一身烟味 恶心死了 好了 别说她了 我们快检票 到了检票口 她还回头看了一眼 隐约看见楚河远去的背影 不知道为什么 心头忽然痛了一下 似乎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正在一步步离她远去 我死了 却意外重生回到2014年 这一次 我结束了舔狗人生 开始借着自己的学识赚钱 斗音 外卖 等大爆的APP 都出自自己之手 还遇到了曾经错过的宝藏女孩思宁 与婉晴分手的楚河 走在热闹的街道上 摸了摸口袋 摸出了一包红塔衫 好多年没有抽烟了 我大学时候是真的穷啊 重生回来就给我这么便宜的烟 狗都不抽 她只记得昨晚还陪着几个古董行的老祖唱歌呢 突然接到小师妹思宁的电话 说自己的母亲在医院病危 她心急之下开车 就往医院的一个同家 合作了一个车祸 鲁迅说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可真是警示名言啊 可惜我抄底的一车古董了 有个还是预洗呢 灰大发了 还有我那一千多万的存款 我交了足足十年的养老保险 公司新来的那个女主播 喊我明晚到她家吃哈密瓜 还没去 还有我的电脑和手机都没有格式化 嗨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追了快八年 就连笑话的贴身高手也该追完了吧 落得如此下场 回到大二也好 这一次我不能再让父母欠下巨债 受苦受累 再不允许爷爷莫名其妙的 就离开这个世界 还有我的兄弟 高中三年 大学又同一个宿舍 为了五十万块钱被逼跳楼了 我不允许 更不允许 一次又一次的错过 真正属于我的爱情 过去这些年 仗着自己长得帅这两个优点 隔三差五和小姐姐研究几亿的项目 其实就自我放纵 自我沉迷 没错 就是靠着这两个优点 一起研究大项目 他们向他取经 他向他们传到寿业 唉 索然无畏 思宁 你这个傻丫头 上一世是我付了你 现在让我来百倍千倍来补偿你 是守护你一个 未来和星光和你 都值得我期待 儿子 这还没有月底呢 就打电话让你爸吐金币了 你钱都花去哪了 你爸什么环境你不知道吗 真当你爸家里有矿吗 爸 没有这回事 我找我妈呢 不问钱 去去去 我来说 儿子 别听你爸胡言乱语的 没钱了记得跟我说 是不是要买什么 没 就是想跟你打打电话 想你们了 也想爷爷 想姐姐了 家里也不富裕 等老爸赚钱还要五六年后 还是让我来赚钱吧 这重生也是蛋疼 就不能早两个月吗 要不然我砸锅卖铁 买一首德国7比18C 那就直接躺平了 楚河打开相机 咔咔的给自己来了一张自拍 接着随手就将微信的头像换了 又将自己的微信名字 直接改成楚河 这也是因为他现在的心境不一样了 因为他知道将来微信的用处很大 很多人都开始把微信用来卖货了 今晚得好好想一下 怎么赚钱才行 没有钱的男人 狗都不如 凌晨十二点半 看完演唱会的杨婉晴和周美美 一游未尽地在体育馆外等着车 啊 咱们家哥哥真的太帅了 要是能当我一天男朋友就好了 给他白睡也愿意 短命两年半也愿意啊 杨婉晴倒是有些闷闷不乐的 在演唱会期间 楚河竟然一个道歉信息也没有发给他 美美 不要顾着高兴了 现在这个点没有地铁 打车的人太多了 我都排八百多了 哎呀 人太多了 网络太卡了 我都打不开软件 怎么办 晚清 这么多人我们打不到车的 快叫楚河叫个车来接我们 不了 他竟然敢跟我提分手 我才不找他 不找楚河 我们今晚怎么回去 走回去可是要两三个小时呢 共享单车都没有了 说不定楚河已经早早打车等着你了呢 你给他一个道歉的机会吗 快打给他 那好吧 我问问看 嗯 楚河 他换头像了 他换头像是什么意思 真是要和我分手吗 他还敢挂我电话 楚河 你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 我很生气 我不理你了 此时的杨婉晴觉得非常的委屈 因为平时不管多晚 楚河都是秒回的 好 楚河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美美 我们不求他 自己叫车 这个家伙 他有什么脸跟你生气 让我来骂他 周美美拿出了他的手机 找到了楚河的微信 这微信是之前加上的 平日里周美美想吃什么 也会偷偷给楚河发信息 说杨婉晴想吃了 让楚河送来 往往过了一会 楚河就会屁颠屁颠地送来了 楚河 你不要给我装死 你一个大男人 你这样有意思吗 你知不知道你惹婉晴生气了 现在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马上打车过来体育场三号门 接我们回学校 我帮你劝劝婉晴 要不然你一辈子 也别想他原谅你 记得 打个专车过来 出租车我们做不习惯 什么 楚河把我好友删了 真的太吓头了 婉晴 这种男人你可千万不要复合 还敢删我 太小心眼了 远离这种男人 呸 而这个时候 楚河正躺在五大宿舍的床上 随手就关机了 要不是两家人一起吃过饭 父母之间认识 摸不开面子 他现在都要直接拉黑了 罕见 你没事吧 你真的要和杨婉晴分手 你脑里想什么呢 你高中追他那么凶 好不容易才答应你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你跟我说说 没啥事 就是觉得不合适 我呀 以后只想搞钱 说说 快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脑上不是好好的吗 你怎么那么八卦 说了不合适 你说不说 别逼我跪下求你 简单来说就是 弹琴说爱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努力赚钱嘛 你也一样 别玩撸啊撸了 你都玩一年多 还是白银三 别弄到最后还要开挂 又要发誓说 我苏耿星绝对没有开挂 极度 活生生的极度 我早就已经是黄金儿了 让你一只手也能吻影你 再让你两个召唤师技能 也能和你五五开 你看 你们两个还睡不睡 已经关灯了还说话 你们两个每个扣十分 你敢扣试试 给你脸了 班长 你消消气 这个分你要扣也行 不过你这样搞素师的关系就破裂了 你也没有好处 反而会让辅导员认为你这个班长的宿舍几率是最差的 多影响你的形象 这个学期你不是想竞选学生会的一官半职吗 你要是惹怒了我和苏耿星 打起来了 这件事搞大了 学生会还能要你吗 身为班长 你会唱会跳会打篮球 如此优秀 你就多多担待同学们的小错误 和和气气的 下学期 下下学期 未来两年半 我们还会投你票 你还是我们的好班长 那你们说话小声点 大家都是同学我也不想扣分的 这就完了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江湖是人情世故 快睡吧 楚河继续躺在床上琢磨赚钱的办法 他没有买彩票的习惯 世界杯又刚刚过去两个月 什么音乐啊 什么拍电影啊 他也折腾不来 那些新歌都是临时报佛脚写出来的 各种基尼太美 要不然就是法师做法太辣眼睛 根本没听过几首 更让他担忧的是 他如果不断改变 那这个世界还会不会引起蝴蝶笑脸 算了 他上一世那么累 这一辈子 他只想父母平平安安的 再找个有个性的女朋友一起 一日三餐 细水长流 甜甜蜜蜜就好 想到这里 楚河忽然想到了小师妹思宁 这个宝女孩 上一世 就是明天中午 思宁那个迷糊蛋在食堂吃饭 吃柠檬鸭竟然吃出了老鼠头 明天必定不能让他出事了 阿星 赶紧起床了 干啥 我们上午又没课 你要干啥 别打扰我冥想 去吃饭 我请课 真的吗 义父 等我洗个脸 马上就好 义父 今天是什么大喜日子吗 破费了 下馆子吗 什么下馆子 就去二号食堂吃饭 你去不去吧 我就知道 没啥好事 你究竟去不去 我去 楚河扫了宿舍也 只有学霸唐指和内向的蓝亦凡在了 至于班长朱昌盛 应该是学生会露面了 还有一个李泽阳 这个富二代 绝对是跟女朋友吃饭去了 唐指 亦凡 走走走 吃饭去 我请客 看来楚河你是中奖了 走起 吴湖 起飞 有人请客 自然皆大欢喜 一行四人就往食堂去了 思宁 上一世 他在魔独打拼 错过杨婉晴之后 一直36岁都没有结婚 而思宁35岁也没有结婚 两人一起喝醉过 也一起哭过 却一直没有在一起 这一直是楚河心里的遗憾 楚河还记得 当时因为他吃到了老鼠头 还惊动了校领导 不过人家已经宣布了 那不是老鼠头 那只是鸭脖 思宁同学 好巧啊 你 你好 学长 你不会不认识我了吧 半个多月前 新生报到 我也有接待你 我正好也吃饭 就坐这里吧 新生生活还习惯吗 还可以 挺好的 这个时候的思宁 对楚河并没有多数 只是见过一次 思宁同学 你都吃些什么好吃的 我看看 咦 这是什么 楚河眼尖一下子 就找到了那堆鸭肉里的老鼠头了 比拇指还大一些 还有牙齿 毛发 尽管楚河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现在看见也是难以相信 这是老鼠头吧 好像 真的 真是老鼠头 我 我去倒掉 换一碗吧 别急 怎么可能就这样算了 楚河直接拿出了手机拍摄起来 来了一个360度无死角拍摄 兄弟们 都过来 你小子怎么跟女同学坐在一起 不怕杨婉晴生气吗 兄弟们 这饭菜可吃不了 有老鼠头 我操 还真的老鼠头 这他压的食堂 还把我们学生当人吗 老子多少昆年都没有见过这东西了 我去找厨师 这恶心死我了 告诉老师去 我们的饭菜不会也有吧 要不要发到同学群里 告诉同学不要吃了 都别冲动 我知道你们很急 但你们先别急 投诉什么的这样解决不了问题的 最后反而会被告知我们闹事 既大过也说不准 三楼上是老师的食堂吧 我们一起上去 思宁 走啊 我帮你争取一下合法权益 可不能任由这黑心食堂欺负你了 楚河走到了三楼 一眼就看见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大叔 嘶嘶闻闻的 正和其他两位教授在吃饭 这一位可是他们系主任 叫黄一新 还在教务处工作 权力可不小 黄主任 吃着呢 我是你的学生 叫楚河 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吃饭 饭菜里面竟然吃出了一个老鼠头 这件事 还要黄主任 你帮忙主持公道 什么 老鼠头 主任 这可是老鼠头 要吃死人吗 这就是学校给学生吃的东西吗 你们领导就吃得那么好 给学生吃老鼠头是吧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老鼠要 我马上就要告你们 打去卫生局 食品安全局 打告你们 同学 你冷静一点 我们学校绝对不会干这种事的 我绝对会严肃处理 我这就打电话给食堂 让他们负责人过来 黄一新当即拿出手机 翻了翻电话 让食堂负责人上来 楚河偷偷偷地跟蓝一帆说了一句 让他躲在一旁 偷偷拿手机录像 沈老板 你看看 你们家的饭菜 怎么还吃出老鼠头了 这种卫生情况 怎么能发生呢 嗨 你们看错了 这就是鸭脖 怎么可能是老鼠头 现在的鸭脖浸泡过 就是这样的 你们学生啊 就是大惊小怪的 是鸭脖 那你敢吃吗 这有什么不敢的 沈老板一手抓过老鼠头 就要往嘴里放 但最后还是停住了 不敢吃 随手往窗口一扔 好了好了 一个鸭脖而已 不喜欢吃就不吃 我给同学们换一份 他鸭的 你还毁灭证据 你个黑心滥肺的东西 没人管得了你是吧 你说谁呢 那就是鸭脖 沈老板 你干什么 你是想解决问题吗 主任 你怎么听几个学生胡说八道 那就是鸭脖 你看着就是一份柠檬鸭 小小年纪 他们就学会污蔑我们了 你也知道 我这食堂承包下来 可花了不少钱 你们几个同学 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都给你们重新换一份 不就行了吗 你们得体谅贫苦的打工人啊 一个鸭脖 有点像老鼠头而已 这位沈老板 你扔了老鼠头也没用 我早就拍好视频了 还有你刚刚扔掉的动作 我们也拍视频了 你想我发出去吗 主任 这件事要是曝光出去了 对我们学校影响很不好啊 校长是看着的 教育局也盯着的 还有现在的媒体太过厉害了 闹大了 很可能就影响第二年的招生了 主任怎么处罚 我相信主任一定是公平公正的 实际上是外面那位女同学 吃出的老鼠头 女同学的心理承受能力 你也知道的 唉 要是同学们都知道她吃了老鼠头 只怕会嘲笑她 她全校就出名了 甚至全网出名了 到时候她承受不住压力 会不会做出什么傻事来也说不准 而且现在的家长 谁不疼爱孩子 要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 吃的是老鼠头 一群家长肯定要到学校来讨个公道 泽泽 那就更不是学校想见到的吧 同学 你不用说了 事情的严重性我都明白 这样 你把视频都给我 我们会召开一个会议 必定会给这位女同学一个补偿 这个金额肯定少不了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放心吧 但同学你也要答应我 这条视频你要删除了 你也知道 这要是发出去 肯定对我们学校影响很大 你是学校的一份子 你要把学校当成第二个家 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主任为了学校 真的是操碎了心 要是我们学校每个领导 都能有主任这么负责 那学生们就太幸福了 学生遇到问题 主任你迅速解决 回头我们必须给你送一面锦旗 再手写一封感谢信才行 楚河同学 你明白我们当领导的难处就行 我看你很不错 有这思想觉悟就特别好 其实补偿一万两万的 主任你也不好操作 毕竟你们对食堂罚款多少 那是学校的事 不如这样 你就免去思宁同学 这四年的学费吧 据我了解 他家里也是特困生 现在学费也没有交齐呢 最好妈 再给我们两个 找个勤工俭学的工作做 主任你看可以吗 黄一新有些犹豫了 这个操作 的确是更好一些 他看了一眼门口外面 思宁他们几个 要是一两个人还好办 这可是五个同学了 可不能强硬压下去 他一拍大腿 我答应了 我们学校的确是有这样的名额的 至于勤工俭学 我跟图书馆那边打个招呼 你们几个过去帮忙就行 每个月六百块 多谢主任 不过他们不用 就两个图书馆 勤工俭学的名额就可以了 这样主任 那我加你一个微信 把视频传给你 我这边你放心 绝对不会得抑郁症 大家也不会生事 好好 我们加一个 好了 阿星 咱们走 换个地方吃 唉 楚河一行人离开了食堂 在学校里的一处大树下 闲聊了起来 主任答应了 免去司宁同学 接下来四年的学费 真 真的可以 这是不是太多了 四年的学费 不算多 也就这样吧 你也没有吃那饭菜 要是吃了 去医院住上 十天八天的应该会更多 不过 没必要 最多就引起主任反感了 罕见 你还怕主任生气 他们干这种事 应该是我们生气吧 这种事就应该 曝光出去 要让他们死 没错 我觉得应该投诉 找媒体 要让所有同学都知道 这无良的食堂 害人不浅 我们都可以作证的 那就是老鼠头 我们要是起诉 肯定可以赢的 你们想的 我也想到了 你们以为能赢 就真的能赢吗 沈老板是什么人 能拿到大学食堂的经营权 他在学校里能没有人吗 就算是将那老鼠头 送过去有关部门鉴定 最后也会说那是压迫 最后反而是成为了 我们几个同学闹事 造谣 信不信 那时候我们再提什么补着 肯定就有人说 司宁同学想钱想疯了 你啊 就是太过饥饿如仇了 学校肯定会中处罚食堂的 毕竟真的食物中毒学校 也负不起责任 说到底 我们几个都是普通学生 小人物而已 这件事过去了 大家就别提了 苏耿星虽然还是不服气 但他向来都是听楚河的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这样了 难道他们几个小镇做题家 还真的能逆天不成 想象中的 把搞到食堂倒闭 赔偿几十万几百万 学校道歉 校长彻职 都只能想想罢了 现实是 他们这样就是最好的结果 也是 一个老鼠头也不可能让食堂倒闭 有多少学生食物中毒了 躺在医院也赔偿不了几万块 有这个赔偿已经很不错了 楚河你可越来越厉害了 以前可看不出来啊 你还敢和主任谈判 还一点也不切 要是换做别人 人家就给你一个一两千的赔偿 就不错了 四年学费 每年可是七千的 快三万了 四年免学费 这种名额普通学生想都不要想 我上学期专业第一 最后最高的奖学金 还是给了学生会的干部 助学金我们颁一个名额也没有 懂得都懂 这一次太多谢你了 还有你们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等下次我有钱了 请你们吃饭 小学妹 你请客是必须的 楚河还给你找了个兼职 下次得请吃次煮餐 好 我一定请 对了 还有两个图书馆勤工俭学的机会 四年同学 我占一个 也给一个你吧 钱可不多 就六百块补贴一个月 你做吗 好好 谢谢 谢谢你 楚河 楚河微微一笑 松了一口气 现在给思宁解决了学费 又找个兼职 保住了他的尊严 同时又制造了两个人相处的机会 完美 这主任怎么那么扣的 才给你两个勤工俭学的名额 要不罕见你跟主任说说 我也想做 我怎么知道 回头我问问 可能有别的地方有 图书馆是没了 就我和思宁两个 好吧 星哥 你怎么了 没事 突然痛了一下 好像被人背刺了一下 估计是昨晚没睡好吧 你们几个先回去吧 我送思宁同学回宿舍 顺便拿个一寸照片 办理一下图书馆证件 苏耿兴他们三个都是一脸奇怪 楚河不是为了杨婉晴 什么女生都不接近的吗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不过他们也没有多说 就回宿舍了 楚河则是跟着思宁 一路回女生宿舍 学长 你是什么专业的 经济学 你呢 我读的是日语语言文学 日语好啊 日语好 不一会 到了女生宿舍 思宁也是开心的回去了 而楚河则看到了 青春漂亮的杨婉晴 这时内心还是不由得微微一通 低声叹了一口气 缓缓地离开 杨婉晴看见楚河之后 先是微微一醒 随即就开始生气了 杨婉晴双手抱胸 撅着小嘴站在原地 很明显就是告诉楚河 她生气了 谁知道 楚河从旁边绕过去了 直接走了 喂 你给我站住 我不叫喂 楚河 你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我生气了吗 你生气 跟我有什么关系 楚河 我数到三 你再不哄我 我就生气了 一 二 我真要数三了 婉晴 我们已经分手了 是你提出来的 以前是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迁就你 现在你数到三万也没用了 那现在是不喜欢了是吗 果然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得到了就不珍惜了 你跑到女生宿舍楼下来找我 就这样的态度吗 不就是一件婚纱吗 你至于吗 我来这里 不是找你 还有婚纱的事 对于你来说不至于 对我来说至于 你有穿衣自由 我也有离开的自由 楚河 你不要这样 我待会就把婚纱退了 还不行吗 与我无关 楚河头也不回 直接离开 杨婉晴又是生气又是委屈 她想要追上去再问清楚 但看见四周不少同学看过来了 她只好委屈地回宿舍了 婚纱穿过了 真的能退货吗 能 怎么不能 接上机 哎呀 这张好帅啊 这张比刚刚的更好看 哇 太亏了 早知道我们也去了 这婚纱照 简直原地结婚好吧 家人们 快看这一张 都是荧光棒 嘿嘿 就我们家哥哥 才有这样的牌面 婉晴你回来了 哈哈 我刚刚辟好了几张照片 准备发朋友圈 你帮我想想文案 周美美十分欢喜 当即招呼杨婉晴过去 杨婉晴有些心不在焉的 目光落在那一件婚纱上 忽然心里一阵不是滋味 为了这一件婚纱 他和楚河吵架了 还分手了 其实 这婚纱并不是他故意想买的 只不过是他看见有人买 他自己也心动了 而且 他也想看看自己穿上婚纱 究竟有多漂亮 要是在演唱会上穿着婚纱 拍几张照片 发朋友圈肯定很多赞吧 朋友圈文案他都想好了 就叫 终于 在你的演唱会上 我穿上了婚纱 成为了你的女孩 嫁给了青春 虽然也有宿舍的同学提醒他 有男朋友 还穿着婚纱去可能不合适 但他当时认为楚河绝对不敢生气 因此没有考虑太多 却没想到 楚河反应这么大 竟然提分手了 美美 咱们现在就去把婚纱退了吧 正好我还有快递要去拿 杨婉晴当即将那件婚纱包装起来 和周美美一起出门了 他们女生宿舍距离快递门店还挺远的 两人坐上了校园车 又走了好一会才终于到 杨婉晴邮寄之前 又想到了什么 问道 婚纱穿过了 真的能退货吗 能 怎么不能又没有弄坏 反正七天无理由 这可是两千五百多块钱呢 杨婉晴也不再管了 在他心中将婚纱退了 这件事就过去了 楚河就没有理由生气了 接着 杨婉晴又拿到了属于他的快递 看着是大大的一个箱子的东西 特别沉 婉晴您买的什么东西 这么沉 应该是上个星期 楚河帮我订的牛奶 这个牌子就是我家那边的一个牌子 这里没有 杨婉晴用力抱起来 发现这一箱牛奶快有二十斤了 他这九十斤的身板 小胳膊小腿的 抱着走了没几步路就走不动了 不行 太沉了 找辆车吧 大一两个学期 可都是楚河帮他订牛奶 帮他送到宿舍门口的 不管多大的太阳 还是下雨 下雪 都会笑嘻嘻地送过来 这一切 杨婉晴早就细以为常了 而且他也不觉得这一件小事有多重要 今天他自己搬了一会 很大部分还是陈芳芳帮忙的 他也觉得累得不行了 难道楚河就不累吗 他肯定也很累 只不过他乐呵呵的 一直不说罢了 楚河 他 他一个大男人 力气大忙 搬回来应该不累吧 就是 他一个大男人 帮女朋友拿快递不是应该的吗 这点忙都帮不了 要男朋友有何用 婉晴要找人帮忙 还缺跑腿的吗 想到这里 杨婉晴 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真的忽略了楚河的感受了吗 他仗着楚河喜欢他 就肆无忌惮 反正他觉得楚河是永远不可能离开他的 他现在想要找楚河说说话 也不知道该用什么理由了 忽然 他看到那一箱牛奶 当即打开箱子 然后拿出几瓶 摆好 拍照 直接将照片发给了楚河 楚河 你帮我订的牛奶到了 太多了 我喝不完 给你几瓶 你过来拿吧 婉晴大美女 你还给楚河送牛奶 她的过敏已经好了吗 什么过敏 楚河牛奶过敏啊 这个包装不是上学期的牌子吗 楚河什么时候牛奶过敏了 我怎么不知道 不是吧 杨婉晴 你不知道楚河对牛奶过敏吗 上学期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宿舍和他们宿舍一起做游戏 你不能喝酒就喝牛奶 最后你输了好几次游戏 你让他帮忙喝完你手上的牛奶 他当晚就过敏 和苏耿青两个去医院打滴滴了 当时吓死我们了 你不记得了吗 杨婉晴头皮一麻 忽然鼻子一酸 喉咙堵得难受 楚河对牛奶过敏 就连宿舍的同学都记得了 但他却忘记了 他不是一直认为自己最了解楚河的吗 可是为什么连楚河对牛奶过敏这件事也忘记了 这就是男女朋友吗 如果为之互换 是楚河忘记了他对牛奶过敏 还给他送牛奶 他会怎么样想呢 正在这个时候 微信提示收到了楚河的信息 我对牛奶过敏 你留着吧 杨婉晴在这一刻 真的想要时光倒流 把刚刚发出去的信息收回来 他怎么就忘记了呢 他怎么能忘记呢 宿舍的几个人 似乎都意识到了什么 都不说话了 纷纷上床午休 杨婉晴此刻眼睛微微发红 说不出的难受 过去那么多次 那么多年楚河的苦都不会说 这一次楚河却这么生气 难道这一次 他穿婚纱去看演唱会 真的就做错了吗